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接受了外國記者的訪問 接著 其實不是2月24日 是再早之前 這段訪問裡面 他講出了一個觀點 其實這些是所有的獨裁者都會見到的 就是他講普京 如果他的政權開始衰弱的時候 脆弱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是他身邊的人 會對他進行處決 即是會槍殺他 他說 肉食世界就是這樣 肉弱食 當你勢弱的時候 就會有另外一個人出來 啪 就像你殺死 其實這個是歷史來的 歷史從來都是這樣 尤其這一百幾十年所有的極權國家都面對這件事 包括當日的壽西斯谷 這裡還在說 哎呀 全面支持壽西斯谷在這裡演講的時候 但是一有人反的時候 接著 驚起上來 一呼百應 他滄亡逃脫 結果死在街邊 這個就是歷史 歷史是不斷地循環在這裡 那你就看到澤連斯基 當然了 這個是很多人都會預判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哎呀 當你的政權不穩的時候 你不能夠掌控大局 你的利益開始分配不公 那有些人為了自保也好 為什麼 因為自保 你都兵敗如山倒落 那我為了自保 我打死了你 接著我變成了英雄 接著想盡辦法就是繼承你的政治遺產 重新出發 其實這一種是過去幾十年 很多極權國家都會出現的現象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要做極權的人 他們都要做皇帝 連任 連任 又連任 因為他要明白 只要權力不在他手中 他的生命 他的財產及其家人就會危險 很多人以為 啊 即是說做皇帝很過癮 實際上 當你做了上去 你權力令到你個人很過癮 但是你的後果很嚴重 當只有一天你處理不當的時候 隨時就死無全事 習年斯基引述這個觀點 其實不單止是普京 也有不同的極權國家都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只可以走上神壇 而沒辦法走下來 習年斯基在這裏會說這番話 其實有沒有意義 其實不用說 大家都明白 那為什麼他會說 就是動搖著俄羅斯的根本 實際上俄羅斯的反對派依然存在 很多人流亡了 很多人不失聲 但是事實上 反對派依然存在 他們正在想盡辦法 想方設法去拉普京下來 大家都在等這場戰爭 三月份這場戰爭開打的時候 這樣究竟在俄羅斯境內的國內 有多少人蠢蠢欲動 這個也是普京最擔心的 外媒引述說 哎呀 你放心吧 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因為普京身邊的人 強硬的人 全部都是得益於普京上台 他們的利益和普京是捆綁一身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觀點是錯的 如果普京這一艘船已經去到差不多盡頭的時候 反你就是你的身邊人 不關利益的事 因為最大的利益 源於你的失敗已經沒有了 在這裏拿回正如的價值 就是極權國家一般的做法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當極權力到盡的時候 越來越不穩的時候 他就會不停地施壓 收縮 把權力給了 就是回歸自己 接著一路一路壓縮 維穩 其實不單是俄羅斯 現在有一個國家都在做 拜拜 拜拜